是这样的 律师函呢 我收到了 今天我来的是专程向您道歉 这件事情我完全是不知情的 这个白晓曼啊 他完全就是瞒着我去干这事 我要知道肯定来了 他是你受益的 毕竟之前你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承认我当年这个钢切手公司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这个小动作 但我呢是本着学习借鉴 我也没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吧 你相信我 我跟这个白晓曼啊完全不一样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有家族传长 我要脸的 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嘛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个人啊 对这个服装公司啊 就完全不感兴趣 我不喜欢 是这白晓曼在我面前 兴趣的在跟我说 我能把这公司替你管好 我耳根一软 不是说那你去管吧 谁知道闯这么大一个祸出来的 还得我亲自出马 来给他擦屁股 唐总 不管我们海耀啊 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可那毕竟是我父亲当年 白手几家打下的江山啊 我不能让他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是不是 咱们两个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老牌公司了 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我们被这个电商欺负得是什么样了 有多少电都关掉了 这种光景下 我们应该共度难关吧 不能互相拆台啊 你看你是不是挺清楚的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个事情 我们公司承受了多大损失 我理解 你看我今天来 坐在你们面前就我们两个人 咱们这个敞开心扉聊一下 我今儿来肯定不是来推卸责任的 我是来解决问题 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那你想要怎么解决 我倒是 有一个想法 如果 如果 如果明远 收购了海洋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如果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不存在 潮汐这个事了吧 好 还有最后六天马上就要怎么 这六天想做什么呀 我作业还没写完 你好作业 你就剩六天了都不 想想怎么陪我 我想陪你 可是作业还没做 什么作业啊 我这次啊 想带一些手工柱麻回到法国去 为什么突然间想找柱麻啊 虽然这种手工柱麻 它不够精致呀 但是 它非常实用 和刺绣那些比的话呢 它也是有非常悠久历史的 用它来展现传统文化 最适合不过了 你觉得呢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儿生产柱麻 真的吗 那能不能 好好表现我带你去啊 小哥哥 谭总 您这要去哪儿 我派车送你过去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派车过来吧 这一次非常感谢您啊 在柱麻方面 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韩总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祝您一路水风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走吧 可是我们刚看那个柱麻功力 真是太棒了 你说古代的劳动人民太有智慧了 在四千七百年间 就会用柱麻做衣裳 小家颇有收获啊 我觉得呀我这次做也这样 一定能拿个好成绩 炸光景真好 早知道你这么开心啊 我说不定应该早点 有带你出来玩啊 对呀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咱们既然来的都来了 四处逛逛 嗯 不准备把这个卖子 老师上到这儿了 请 老师 老师 能不能休息的话 好累 爬了多一会儿 你得休息三次了 好 现在好累啊 还要爬多久啊 一半呢 一半 就你这小体力咱怎么爬到山顶啊 我说 你平时也不怎么运动 怎么都不累啊 我体力好 走吧 坚持一下 好累 挺好累 好累 你给我唱个歌 咱俩别你唱歌便走 好吧 我劝你不要听我唱歌 我听你弟说过你唱歌跑掉 我帮我想听啊 唱给你啊 好 好 大 山 地 子 孤 孤 孤 奥 来 这种啊 干嘛 干嘛 这叫什么 幸会在了这里 我说你怎么出门 忍一下啊 嗯 好臭啊 我现在就干了 我哪儿要爬上去我这脚都扭了 我背你啊 你背我别了 我不背你 我背你啊 我不背你 我背你 你背你一分钟在这儿啊 我可以进去脚一下 你背了 是不是你唱个歌也能把脚崩了 你背了 可是山路本来又难走 你还背我肯定就难了 那怎么办啊 你就是在这儿 我可以坚持 来 快 起来 二 三 走啦 哎呀 上山啦 今儿唱啊 好 好